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冠之 本节目由海浦洛斯特约播出 谍战是中外影视业最长胜不衰的题材之一 而谍战影视剧里头最经典 最风靡全球的 毫无疑问那得数007系列呀 从1962年开始007系列光电影就拍了26部 历代007们上天拆核弹 下海闹潜艇 他们英俊的相貌 过人的智慧和身手 还有身边那一位未风情万种的迷人的邦女郎 那都是无数观众永远的记忆 当然今天节目咱们不是要谈这些电影 而是要说说007的东家 英国的军情六处 他真的干过电影里说的那些事吗 他真的出过邦德和邦女郎这样的超级特工吗 接下来咱们就去了解一个真实的军情六处 首先军情六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机构 它现在的全名叫做英国秘密情报局海外情报处 成立于1909年隶属于英国国防部 主要负责英国的对外情报工作 而我们之所以管它叫军情六处 那是因为二战期间 它曾经改名叫英国战争办公室第六处 由首相丘吉尔直接领导 客观地说军情六处能够和美国中央情报局 苏联克格勃以及以色列摩萨德 并称为世界四大情报组织 主要还是占了影视剧的官 James Bond就是007 他代表的是谍报领域的顶尖高手 因为在作品里面007是出自英国军情六处 所以很多人就已经把007作为是军情六处的一个符号了 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007这个形象 恐怕英国军情六处它的知名度还不会这么高 当然了 占官归占官 要说军情六处是浪泽虚名 或者说徒有虚名 那也不客观吧 人家也是有点真本似的 早在1914年 军情六处就采用刚刚发明的真讯机 开始真听德国军队的无线通讯 拉开了现代军事密码站的大幕 打开了现代军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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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邦德这样的超级特工 如果有的话 他的原型又是什么人呢 从密码站到潜伏站 军情六处是否真出过007这样的超级英雄 两位角色女间谍 又为二战胜利做出过怎样的贡献 经济盛期正在为您解密 上期咱们说了007 也就是驾驭护晓的詹姆斯邦德的原型问题 军情六处的历史上 有没有类似的这样一个人呢 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 邦德的原型是这位 军情六处早期特工 希德尼莱利 凭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来看颜群 你看这个莱利长的 那属实是英俊消防人 根据档案里的记载 莱利凭着这张脸 那是迷倒了众多的女性 其中不少还被她发展成为了英国间谍的 这跟电影里的邦德挺像的吧 其次呢 莱利这个人的胆子呢 也是特别的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英国军情六处 直到德国人呐 正在这个研制一个秘密的武器 那不知道什么武器 所以就派南丽去 南丽呢 就潜伏到德国的克鲁伯公司 它是著名的军火公司 当一个电焊工 潜伏进去 搞了两年时间 最终发现这个公司正在生产毒气 这下子很了不得 因为毒气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之一 然后毕竟他要把这个毒气的 这个制造的样本给偷出来 这个样本在这个机要室 有警卫 他趁这个月黑风高之夜 然后就把这个警卫给杀死 逃出来 好 那么接下来说第二种说法 说邦德的原型其实是这位 英国著名小说家007系列小说的作者 伊恩·弗莱明 可能有观众知道 写小说之前的这个弗莱明 自己本人就是军情六出的一名高级特工 参与过不少间谍行动 有人还专门做过调查 电影里邦德的上司 M爵士 邦德的漂亮女秘书 跟现实当中弗莱明的上司和女秘书 无论是形象性格 那都几乎一模一样 这个女秘书也是有原型的 就是伊恩·弗莱明的文字秘书叫做乌娜 而且乌娜呢 不但风流漂亮 而且对伊恩·弗莱明的印象极下 说她是一个又慷慨 同时呢 又就是说很正义的这样的一个老板 其实伊恩·弗莱明是很花的 但是对乌娜她确实做得很好 有很多次乌娜受到别人的骚扰的时候 都是伊恩·弗莱明过去注视正义 花心大萝 却有极具女人缘 这跟电影里的邦德 是不是诱如出异者呀 一模一样 不能说毫无关系 只能说一模一样是吧 当然了 咱们不必纠结邦德的原型 是莱莱还是弗莱明 艺术形象嘛 一般都是综合了很多个原型的特点 塑造出来的 你比如说 所有007系列电影里边 都会有一个国籍肤色不同 但是肯定都貌美如花 性感风流的邦女郎 有人就说过 《军情六处》或许找不出一名 完全能够跟邦德对得上号的超级男特工 但是绝对可以找到 跟电影里那些个邦女郎媲美的美女间谍 说到美貌 得说这位《军情六处》最著名的女间谍 克里斯汀格兰维尔 光看照片可能显不出她的美啊 真的太老了吗 这么说吧 格兰维尔来自以盛产美女而著称的波兰 19岁的时候 她就在全国选美大赛当中 艳压穷芳戴上了波兰小姐的桂冠 1939年德国入京波兰 格兰维尔全家不得不逃亡到英国 很快就被《军情六处》给看中了 咱们汉语里形容一个女子极其美貌 有一个词叫倾国倾城 而格兰维尔的美貌呢 那叫清军 靠着自己个人的魅力 说服了几支部队 倒戈 那真是靠她个人的魅力 一笑清军 所以在007系列小说里面 她第一个邦女郎 她的形象就取责于格兰维尔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皇家赌场 里面有个双面间谍叫林德 林德身上的很多特点 就跟格兰维尔非常像 这就是邦女郎的来历 据说整个二战期间 格兰维尔先后策反了 五位德国和意大利的将军 因此起义或投降的军队人数 高达十万人 除了惊人的美貌之外 格兰维尔过人的机智和狠辣的劲儿 也让他在敌海之中如鱼得水 有一次格兰维尔前往波兰策反德军 恰好赶上盖世泰宝搞大搜捕 他和同伴也被扣了下来 虽然暂时还没有暴露身份 但是只要进了盖世泰宝的审讯室 很难不露出破绽 怎么办呢 关键时刻这位大美人 暗中一使劲咬破了自己的舌头 男嘴鲜血 然后又假装不停的咳嗽 使人以为他有肺结核 温杰克当时是非常严重的击毙 还容易传染 开始台北一看 这个这是费一口 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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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非常的机智 可惜的是 这样一位立下赫赫战功的美女间谍 在二战结束之后 却没有得到好的安置 最后甚至沦落到在邮轮上当女招待 1951年 格兰维尔因为拒绝了一个男同事的求爱 这位男同事因爱生恨 对格兰维尔下了毒手 一代美艳女间谍 居然落得一个这样的下场 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这个人的命运真的是很难把握 有的时候 玄妙莫测 军情六处女间谍里头排头名的 还得首这位 辛西亚 来自美国的辛西亚 因为嫁给了一个英国外交官 从此走上了间谍这条路 后来还得到了二战第一女间谍的名头 她喜欢当间谍 而且喜欢冒险 胆子特别大 把这个作为她生活的调剂品 我们前面提到是英国破译埃尼格玛 破译德国的这个密码机 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一个重要的过程 就是从波兰搞到了埃尼格玛的一部分情报 谁搞的 信息一下也搞了 军情六处的厉害之处 不光是能够让这些个美貌与胆识兼备的大美女 来搞间谍工作 甚至那些不适合当间谍的美女 在她们这儿也能派上用场呢 一位低级错误不断的蒙唇女间谍 为何能成为再入军情六处史册的传奇帮女 刺杀希特勒接班人 她们又用了什么样的出人意料的方法 经历传奇继续为你解密 在军情六处的历史上 还出过一位格外另类的传奇女间谍 请问她是怎么个另类法 又如何的传奇呢 来 请听我漫画 以给你 Istanbul的视频 来一下 说明说是这些 公主呢 拿这个地图去了以后呢 到了街头地点 突然想起 街头暗号 我忘了 那怎么办呢 这样的间谍 必须完成任务啊 拿着信物 他就拿着 把那地图打开 就试探 说你 你 见过这个地图吗 没有 你见过吗 没有 然后就这神经病 拿着地图问人 结果好了 街头人 两个街头 这个地下组 两个街头人物 到了一刻吓死了 说怎么这样子呢 这难道是咱们 英国国内派来的 所谓的职业高手吗 说赶紧把他下路 说这是我们亲戚 刚从精神病院跑出来 我们把他带回 就这么给他带回 这样的大乌龙 在努尔公主的 间谍生涯里边 可不止发生过一次 比如说 把绝密情报 遗忘在旅馆的房间里 被服务生捡到了 幸会这个服务生 是地下组织成员 又把情报 送回了军情六处 你说这个 蠢萌的女间谍 他一个人出去 还得配一圈人保护他 给他 这个 茶漏不缺 给他擦屁股 一次又一次的犯下 令人瞠目结舌的 低级错误 却一次又一次 奇迹般的化险为夷 在世界间谍史上 算是留下了一段传奇 这如此之传奇 可惜的是 奇迹不可能永远发生 1944年初 诺尔在法国 又搞到了重要情报 他立刻准备通过发报机 发回英国 发就发吧 可是这位公主大人 竟然在盖世泰宝办公大楼 附近找了个旅馆 深夜发报的时候 因为敲打键盘的声音太大 大到扰民的程度 惹得隔壁房间的住客报警 警察一来 听到是发报机的声音 立马要通知盖世泰宝 后来如何 就不用多说了 半年之后 卢尔牺牲在了 德国的集中营里 卢尔的间谍经历 实在是太过于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以至于后世有人猜测 他应该是军情六处 在英德谍战当中 设下的一个诱饵 英国方面 想给德国送假情报 就会把情报交给奴尔 这样既能让情报 落在德国人手里头 又能够不引起 德国人的怀疑 因为奴尔 他是真的真心认为 自己在干 送真的情报 只有这样 只有全都是真的 才会不引起德国人的怀疑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褒奖 还是一种讽刺 当然 这是只是一种猜测 事实到底如何 恐怕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但是从奴尔身上 我们倒是能看出 军情六处用人的 一大特点 我们提到了三个 非常有名的邦女郎 可是呢 这三个邦女郎 都不是英国人 格雷威尔 是波兰人 新西亚是美国人 挪尔是印度人 好像就是没有一个 都属于土生土长的英国人 但是呢 这个恰恰也说明了 军情六处 在他的电弧时期 也就是二战时期呢 他善于网络各种各样 非常优秀的间谍 为他所用 这也是军情六处呢 之所以能够成为 世界四大情报机构 之一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资本 军情六处 在暗杀方面最大的成绩 是干掉了 纳粹德国党卫军首领 海德里希 有金发野兽之称的海德里希 一度被认为是 希特勒的接班人 1939年 时任纳粹保安局长的 海德里希 成功诱补了英国情报部 驻欧洲大陆的情报组织 负责人 英国苦心经营多年的 欧陆情报网 在短短几天之内 就土崩瓦解 损失简直是无法估量 为了报复德国人 军情六处专门策划了一个 旨在除掉海德里希的 类人猿计划 计划的高明之术 就是他没有派英国特工 去干这事 因为随时可能被 德国情报机构打探到 军情六处暗中招募了一批 捷克游击队员 展开专门针对 海德里希的刺杀训练 这一招瞒天过海之际 果然骗过了海德里希 趁海德里希 一次出行的机会 捷克游击队员设下埋伏 用几颗涂了毒药的子弹 把这个纳粹大佬送上了西天 二战时期 那可以说是英国军情六处的 最后的高光时刻了 刺杀 破译密码 窃取各种情报 还真有点 这个电影007的那种风范 二战结束之后呢 军情六处的名声 那是王小二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进入新世纪之后 人们听到的更多的是 关于军情六处的笑话 比如说2002年 军情六处派往伊拉克的 好几支间谍团队 都发回了伊拉克境内 存有大量生化武器的情报 但情报准确性 大家也都知道了 那纯属威言耸听啊 最后是一笑大方 还有最近的俄乌战争 也是军情六处 给乌克兰送上情报 说东乌地区的俄军 即将弹尽粮绝 正是反攻的大好时机 结果乌军一反攻 被俄军一通饱和式的炮火 攻击打得是溃不成军 也是啊 如今的英国早已经不是 昔日强大的日不落帝国了 而是完全依附于 美国的二流国家 这样的国家 又怎么能撑得起 一个战无不胜的情报机构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网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在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